國旗和區旗應該哪一面是拜憂、哪一面是拜祖呢? 奧尼,知不知道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之一 代表著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大家必須要尊重和愛護 國旗和區旗在並排展示的時候,國旗在右邊,區旗在左邊 至於左右的位置,在室內的時候,應以旗的正面面向觀眾為基準 在室內的時候,以人的背向展示國旗和區旗的後方長壁為基準 以該人的左為左,該人的右為右 對於如何展示和聲掛國旗法律已經有很明確的規定了 根據第五邪別2019號行政法規,關於使用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及奏唱國歌的具體規定 在聲掛國旗時,可以舉行升旗儀式 舉行升旗儀式時,在國旗升旗的過程中,參加者應當面向國旗縮立致敬 當國旗與區旗同時展示,須把國旗置於中心、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 國旗與區旗同時升卦或並排升卦時,須先把國旗升起,最後才降下 而區旗,須較國旗為少,列隊舉持國旗和區旗行進時,國旗須在區旗之前 除了國旗和區旗要注意之外,其實國歌有甚麼要注意呢? 根據第一邪別2019號法律的規定 需要在澳門主要的官方場合奏唱國歌 國歌應按照法律所在的歌詞和曲譜進行奏唱 不得採用有選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 尤其以拐曲扁選方式奏唱國歌 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士應肅立舉止莊重 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國歌或者其的歌詞和曲譜不得奏唱展示 使用或變相使用於商標或商業廣告 私人喪事活動、公共場所的背景音樂 以及行政長官以補充性行政法規定定的限制或禁止奏唱展示 使用或變相使用有選國歌或其歌詞和曲譜的莊嚴性及嚴肅性的其他場合或場所 如果違反了,會有什麼效果呢? 另外,根據第一邪撇2019法律的規定 故意以延遲、動作或散佈文書 又或以其他與公眾通訊的工具 尤其是作出下列的行為 例如焚燒、損毀、圖畫、佔污或遷達國旗或國徽 又或者傳改各歌、歌詞或曲譜 以歪曲、貶選方式奏唱各歌 公然侮辱國家、象徵及標誌的人 會科詞與最高三年圖形 或科最高360日罰金 原來是這麼嚴重? 我要快點提提身邊的朋友才行